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美人间 突然 麦麦像是发现新大陆班的大叫 狐狸猫 我发现全班就只有你和李李这几个比较项目都一样 你们会不会是亲戚啊 李李对麦麦说 但我们毛色不一样啊 我们家族的毛色都是灰的 狐狸猫不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啦 小树蛙正巧经过 听到它们的讨论 走过去对着它们说 毛发颜色的呈现是一种性状的表征 这个是跟遗传有关 所以依我判断 狐狸猫不是李李家族的一员 说完 小树蛙便离开了 留下满脸疑惑的它们 性状 表征 遗传 怎么有听却又听不懂 很快的 活动时间结束 进入讨论时间 对于小树蛙刚刚的回答 充满疑惑的狐狸猫 举手问老师 老师 性状是什么 生物老师笑着问 请先回答我 刚才的活动中 我们一起比较了哪些项目呢 麦麦抢先回答 有眼皮 酒窝 舌头 美人肩 生物老师继续问 我们身上还有哪些 也是可以比较的项目呢 脸型 身高 毛发的颜色 很好 这些可以拿来比较的项目 也就是生物体的构造或生理特性 我们就称为性状 每一个性状会有不同的表征表现出来 表征又是什么呢 别急 再回答我 活动中的眼皮这个项目 我们比了什么呢 比眼皮是单眼皮 还是双眼皮 很好 人类眼瞼的皱褶就是性状 而眼瞼的皱褶表现出来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这两种不同的样子就叫做表征 人类的美人间这个性状 表征是有美人间和无美人间 哦 我知道了 就像我们小田园种的豌豆 拿到豌豆时 种子的形状有圆有皱 所以种子的形状就是性状 圆形皱皮就是表征 金的高度就是性状 有高金 矮金的表征 就像人类的眼球颜色这个性状 有蓝 绿 棕 黑等不同表征 很好 大家都理解了 老师 狐狸猫和莉莉这几个性状都一样 会不会是亲戚呢 这就要说到遗传 遗传就是亲戴经由生殖作用 将性状的表征传给子代 所以小孩看起来会与父母比较相像 也就是俗话说的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毛发的颜色是一种性状 表征就是各种不同的颜色 而颜色可以由父母遗传给小孩 我的父母毛色是灰色 我的毛色也是灰色 但狐狸猫的毛色是米色 我们应该不是同家族的人 是的 由这个活动中 我们观察到狐狸猫与莉莉这几个性状相同 其他未观察的性状则不一定相同 而人的性状又非常多像 所以不会因这几个性状相同 就说他们是亲戚 我知道了 学完这个单元 我们一起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一 性状就是生物体的构造或生理特性 每一性状有不同的表征 例如 豌豆种子形状这个性状 表征有圆形 皱皮 豌豆筋的高度这个性状 表征有高筋 矮筋 人类眼皮皱褶这个性状 表征有单眼皮 双眼皮 人类眼球颜色的这个性状 表征有蓝 绿 棕 黑等颜色 二 遗传的定义是清代经生殖作用 将性状的表征传给子代 最后 给你个问题想一想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虎父无犬子 除了用右眼 从外表可以看出来的性状之外 内在的性格 是否也是性状之一呢 还有哪些性状的表征 是从外表看不出来的 需要透过进一步检验才会知道的呢 欢迎你去观察 思考 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